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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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万历二十七年 即亥 一岁 世年五月三日 亥时 大师生 俗姓中 明既明 又明生 自振之 先是汴良人 始祖难读 居古无目读 复明知凤 自其重 母今世 明大连 已复持百一大悲咒十年 孟大师送子而生 时父母接年四时 已四七岁 始如俗 己四 大师礼大悲铜殿记 有云 我又持宅 甚严肃 梦敢大事 曾相照 大家把这篇文 用用功 或是能背的 或是把它熟记 熟记 至少就是说 欧异大师在这边提出了三点 真为生死 具足刚骨 开发 见识 这三个至少要记住 我们这一辈子 加记住 这三个 这三个都记住 这一生就能成到 这三个缺掉一个都成不了 所以这个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偶一大师的呢 因为他老人家就是极深成就的 极深成就 而且他自己也 这个善根深厚啊 但是如果是光是自己的心意去发展的话 有时候也会出错的 欧异大师是净土宗的第九祖 学通天台教法 而且呢 参禅以论言而开悟 行也是有很惊严的戒律 欧异大师在戒律学上也是 都是有好几本著作 关于戒律学的 不仅仅自己的行持严谨 律学也是很精通的 正好他生的是明末啊 然后在清初 远吉 欧异大师 俗姓中 名记名 又生名 书卓无限人 父亲齐薄 持白衣大悲咒 结婚之后啊 一直无辞 修在持咒 十年 为求辞 这妈妈是精士 就梦到观世音菩萨 抱着一个孩子 交给他 他就诞生了欧异大师 就像我们这个宣化商人也是啊 哦 阿弥陀佛送来的小孩 那这里你看 爸爸妈妈这样子的 虔诚的修行 十年才求得这个孩子 那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 净饭王和摩耶夫人呢 修二十年 以婆罗门法 这个 以婆罗门的方法 就是修二十年 治理国家 善待人民 以这个 温和善良的 统治世界 统治他们的国土 而且呢 虔诚信仰 本师佛也是这样 二十年 然后 门白相如父 才才 这个 诞生了释迦牟尼佛 那欧异大师这里 他所以生下来之后啊 他受爸爸的影响 耳濡目染 受爸爸的影响 也是在佛教的氛围中 所以到七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吃藏栽了 吃藏栽就是说 也很严格的吃树 过去吃栽啊 他是 栽戒 栽戒 栽是很严格的 就吃纯树了 但是后来读书的时候 十二岁 上学啊 那个时代 或者小孩子上学比较晚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 你看 那么 树下来的树下 于拥敬 甚独之宫 智之 格物之药 深究之 开昏酒 作论 数十篇 辟一端 梦雨 孔颜悟言 一卯 十七岁 月 自知陆续 即 竹窗随笔 乃不 棒佛 取所住 辟佛论 焚之 十二岁在 这个时候 读书的时候 解除了 孔孟之学 就事以 圣学而自认 他这个十二岁的小孩 他肯定他会想 那这个佛教的 你看 首先叫人出家 他觉得这就不孝 都出家去了 谁给社会创造财富啊 谁养他父母亲啊 老婆孩子也没有 不是后继无人断种绝胎了吗 所以他就 从如果站在那个立场上看 他觉得这个佛教一定是个坏东西 他坏了这东西 所以他就写了几十篇辟佛的文章 就是产生了个逆反 他就写出这个时候 小时候是爸爸妈妈都是家庭氛围都是学佛的 但是他读了这个孔孟之道之后 涂了这个也就是社会主流的文化吧 社会主流的 他从家庭文化佛教文化里走出来 在读社会的这个 这个主流文化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时候开始产生了这种逆反 这个你说人就是说有智慧有福报啊 要干起坏事来是很厉害的呀 他没善根脑子不那么好 对不对 有的人 有的12岁吃的棒棒糖 还不知道东南西北呢 他这个已经会 会写文章来攻击佛教了 而且也放弃了过去的那个灾界的生活 也不吃不吃素了 吃肉了 吃肉喝酒 跟着社会的主流年轻人一起 就这样 一直到有一次 这个 17岁的时候 看到廉词大师的这个 自知陆续 及竹窗水壁 所以廉词大师的书啊 以后我们 有机会要看看 就一个小标题 一小短文章 有的就几十个字 主题明晰 讲的那个社会事件也好啊 某个事件也好啊 非常透彻 你一看 你一看这个文字 就让你这个读者也带上了他的这个 决心之光 越了竹窗水笔之后 把他的善根唤醒了 就把他自己写的几十篇 辟佛的论 所著的辟佛论 但是几十篇那些文章都烧掉了 还一辈子烧过几次 烧过几次 17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次 就把辟佛的这些论点 全部刷掉 所以廉耻大师 他是什么人 八地菩萨的 像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 这个明朝叫四大高僧 廉耻大师 汉山大师 还有子博大师 还有一位叫欧义大师 这像把欧义大师是分到 是把他画到这个明朝的 明朝那么长的时间 最有名的就这四大高僧 而且这四大高僧 这三位都是接近明朝后期 当我看他们的这个传记的时候 就发现明朝为什么会灭亡 这个时候就看 其中两大高僧 汉山大师和子博大师 都被明朝官府抓捕过 入狱过 你就看这些高僧的遭遇 高僧都被抓被欺负 这时代肯定是黑暗 黑暗黑暗到一定程度的 所以我看后来 我觉得明朝为什么会灭亡 伍武二十岁 全论语言冤问人章 窃疑天下归人语 苦参利讨 非寝忘参者三昼夜 忽然大悟 顿见孔颜心学 冬十一月初五日丧父 享年五十九 闻地藏本愿 发出誓心 更深二十二岁 专制念佛 浸焚窗稿二千余篇 到二十岁的时候 注决论语 注决到天下归人的时候 天下归人 他就 他就注决不了 然后 净之说天下归人 也就是他现实的生活当中 这世界没有那么多净土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现有的这一切的 乃至往后退退退 至少退到我们自己 退到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要保持一方净土 我们是把我们的所有的希望是 寄托在极乐世界 然后呢 留这个身体在这里 修业障 修资粮 结人缘 只剩好的 只剩好的 在这个世界 那作为偶一大使当时 他如果没有佛教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他没有看到诸佛菩萨的内在 威德的话 他怎么去解释天下归人呢 对不对 因为孔孟 他没有开显出 其他一个平行宇宙 没有所谓的 孔孟之道里面是 在他里面既不讲天堂 也不讲佛国 没有的 所以他这里面要注解天下归人 这个归人的状态的时候 废寝望时三周夜 周明 偶一大使 他做学问是一个 你看他智学上 智学的严谨 智学的严谨上 所以这也注定了 他要想真正的去领悟天下归人 也注定他 必然要在佛教里才能找到答案 这个在孔孟之道里找不到答案 而且为什么只有从佛教里找到了答案 找到动力之后才能够借给 把这个力量借给这个儒家 所以你看自送以后 儒家的大学者 顶梁柱 基本上都是佛教里受益了之后 佛教里受益了之后 以佛教的智慧 以佛教的菩萨精神 在去实现社会价值的时候 通过辱学 通过理学或者心学 自开一套 包括明朝的这个王阳明 什么 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 就光是用这个孔孟之道 他的理论对不对 理论对的 但他支点软 他这个支点还要再说破世界 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们现在要想 我们身在这个时代的 我们喝着这个时代的水 护着这个时代的空气 我们的大脑 不要太相信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要洗心革面 要跟超时空的 用佛学道理 我们的心灵是超时空的 我们的肉体在这个21世纪 但是我们的心灵要超时空 要佛陀时代去 佛陀的时代 因为从量子力 量子的角度上 从我们脑意识的角度上 意识是超时空的 无量光无量寿的 甚至跟极乐世界 甚至你比如说 这个这个北齐北魏 魏晋南北朝 一直到隋唐 中国那个时候 信仰这个 盛行就是弥勒佛信仰 弥勒佛信仰 他承道的时候 我们人类是八万四千岁 所以佛陀也告诉我们 如果用我们超越时空的心灵 你意念弥勒菩萨的时候 也会得弥勒菩萨加持 因为弥勒菩萨出生的时候 人间实现 是这个实散道 人人都很好 风调欲顺 风调欲顺 人心相散 所以 那个时候的人 很多都祈祷弥勒佛 用弥勒佛的这个支点 从他老人家的福报里面 去汲取加持力 所以哪里造弥勒大佛 那个地方 就没有天灾人祸 因为这是弥勒佛的 他老人家修行的 坦荡荡的 他的修行就坦荡荡 弥勒佛 我有一不代 虚空无挂 他就坦荡荡的 大慈三昧 弥勒佛大慈三昧 所以你一看他 马上烦恼就荡然不存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 那整个有一千多年 中国的这个佛教历史上 有一千多年 都非常盛行弥勒信仰 也就是说 要通过佛菩萨的愿力 佛菩萨的功德力 佛菩萨的国土 正报一报的力量为支点 才能撬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把它往善的方面滚动一点 否则你 你怎么样 什么 这个 这个玩狂乱与祭道 你怎么样子能够画 武恶 这种武浊为净土 我们学了佛的 我们就更加觉得 跟三宝接轨之后 我们得到三宝加倍之后 然后我们 一方面我们压宝 我们的心已经归属在极乐世界了 但是我们的肉身却很强大 我们还能接人员 但是这个强大不要用错方向 有的人强大 又忘掉了 你就不忘初心的吧 忘掉了初心 忘掉你这个肉身 你凭什么在这里的 有的人就忘掉了 所以这个偶一大师这三点 这很重要的 特别第二个 去打刚骨 这就是你无论如何 你不要动掉 你要了生托死的这样一个愿望 这个强大的定力 然后这个开支建 开发支建时就是要有 究竟的智慧 二十岁冬天 也是他写诸节天价归人的那一年 冬天他爸爸就生病去世了 这个时候 因为爸爸是信佛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 也一改过去的 读了廉池大师的书之后 也对佛教又恢复了 恢复了清和力吧 他恢复了这种清净三宝的信心 所以爸爸去世之后 他就为爸爸读地藏经 在读地藏经的时候 就发起了想出家的心 以出家来报父母 所以从二十岁这个 他爸爸往生的因缘 读地藏经 发出世心之后 就开始精进地 开始持佛名 念南无阿弥陀佛 二十岁这个时候 又是一个节点 十七岁是恢复了佛教的信仰 把诽谤佛教的书烧了 二十岁 爸爸往生的这样一个因缘 读地藏经 发出世心 开始精进念佛 这个时候 是把过去写的四俗的书 又一次烧掉 也就是说 十七岁烧掉诽谤佛的书 二十岁把世间的书 也烧掉了 出家了 这个不完了 这个 天启元年 心有二十三岁 挺大佛顶经 为世界在空 空生大绝 遂已何故有此大绝 置为空界章本 梦觉无措 但昏散最重 功夫不能成偏 因决意出家 体究大事 到二十三岁的时候 听法师讲这个楞严经 就听经了 二十三岁的时候 听经 听到空生大绝宗时 互生疑惑 为何有这个大绝 成为空界所依呢 就这个 这个奇怪了 空 空都够大的了吧 空一什么事 空一大学是 我就这个时候 一下子就 就想不通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一个人做学问的人就叫 你不能存疑 你要得明白的 这种人就是上根利器 所以你学金刚秤的 就为什么要有个巨异观点 就是说你读到文艺 你必须要了解它的意思 如果你能达到这个状态 那你还了得了 就怕我们一读到文字 是文字意思不知道 确实什么呢 空都是一直绝的呢 绝是什么呢 空生大绝 所以想这个问题 就梦绝无措 梦绝无措 一会昏尘 一会散乱 用不了功夫 因为没有明白嘛 明白就是这样 更加是 佛前发48愿 绝智出家 23岁 又是一次的 听令言经 又一次的 实际上令言破魔的嘛 给他等于是当地身心 让他再一次的苏醒过来 一旦苏醒了之后 就是他的往事的善根 就逐渐地就先发出来了 到24岁的时候 梦里面就李汉山大事 梦里面就 梦里面跟大事就在那流泪 自恨原薄 相见太晚 梦里面见了大事都流泪 这种虔诚 你知道 那我们想象一下 一个人在梦里都这么 都这么激动 都这么渴望 那你知道 这个渴望 对善知识的渴望之心 他不是梦里面掉下来的 这是因为他醒着的时候 白天就特别渴望 一个巨眼的善知识 因为汉山大事 他老人家 为什么能成为 明朝十大高僧 他是大车大物 古代的时候 解放之前 佛教界都有的 都会挂牌的 某个寺庙 谁开悟了 解放之后就没了 善知识多的是 现在也是多的是 但是他头上不写的 过去会写的 过去一代一代认可 你看认可 现在不行 现在你说怎么认可吧 唐朝的时候 你看那个祖师 徒弟一直到多长时间 参究参究参究 开了悟了才会 谁开悟了 给他印证 让大家也知道 他开悟了 然后请他为首座 你看 过去做执事的 都是要开悟的 特别是首座之类的 更不要说方丈的 所以我们现在 去东南亚的一些佛国 还是这样 他那里做方丈的 做寺庙主持的话 基本上都是开悟的 至少50% 至少50% 上次去缅甸 我问老后长 我说这里面有多少罗汉 80% 我想为什么说80% 因为这些出家人 很有道姓 讲的不一定是罗汉的果 就是他都有罗汉像 他是真出家人 少80% 你知道我们寺庙 大家学习了 学习佛法了 这时候佛就降临了 这就是正法时代 对不对 正法了 多幸福啊 我们尽量在这里 多长养一点 多长养一点 多培养一些 培养的生命强大一点 我们的法生会命 长大一点 对不对 能经得起风雨 你们才能出去闯江湖呢 否则培养一个小人生 出去都被干掉了 经典里就讲的 那个魔就笑 好 出家吧 吃的肥一点 胖一点 再把它收回来 所以有时候往往就是 那我们出家人有时候 残堂里坐坐坐 嗯 坐的是不错 养的是有一点光了 但是嘛 无名火会更旺 为什么 我只赔的大 你不能碰他 碰他马上 所以残堂里的人出来呢 火气很旺的 就是 对不对 你说学教的呢 学教也是啊 学教会有真上漫嘛 我们努力的保持这个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进步 能让大家能够坚固 不单单进步 而坚固 不退转 这一生毕竟 毕竟解脱吧 毕竟解脱 这一生在解脱的这个 这个自己也觉得 嗯 我感觉到解脱有望 啊 我感觉到了啊 佛菩萨 诸佛菩萨的 我们的佛心本身就不生不灭的 明白的那个 这个佛法除了有一个历史的 世间凡人的历史的传承 从释迦佛陀